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大家可以訂閱狀況,網看片子部,正向部,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亦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把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經濟不好其實又不是單純香港的問題 我也要講清楚 其實其他地方也挺來的 現在在美國的IKEA 即是姨媽加斯 他們現在大減價 為什麼大減價呢?就是幾百種商品的價錢 減薄的 他們叫什麼呢? 叫新低價,New Lower Price 他現在有做了新的活動 要花更少的錢買更多不同的商品 現在有幾百種 而家家斯就說不用擔心質量會下降 而且這也不是短期的銷售 他真的會長期下去 現在看到不同類別也有減價 不知道香港會不會有,我也不知道 但是存儲、整理、床、家具、廚具、餐具 家用紡織品、浴室用的東西、廚房電器 家具裝飾、室外用的東西、嬰兒和兒童的用品 其實疫情期間有些東西加了價 譬如在美國的書櫃賣89美元 就是比利書櫃,最便宜的書櫃 現在他們又減價了 減到69美元 減到16年的時候的價錢 知道的東西不只是美國會這樣做 加拿大也會有1,500多種商品減價 知道的就是比利時、德國、瑞典、英國的 現在的傢伙也會減價 那香港會不會有,我也不知道 不過現在他們的零售經理 Toga Ongsu 他說他們想把價錢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即是姨媽家具也要大減價 NiOK說香港現在也是大減價 我沒有留意香港的情況 不過我知道 現在他們把價錢又壓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那行不行的 我也不敢說 我也不清楚 香港是不是有減價,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現在香港,我知道它吃東西 之前有優惠 就是吃Waffle有特價 不過是昨天的事 即是今天也沒有 是昨天才有 所以你說現在很多人是不是經營困難 是的 是會經營困難的 我也說過實情是會經營困難的 加加珠就說 很多師奶和麥多羅座有法定假期 現在這樣改,即是免費 不是不是不是 加珠你誤解了 其實剛才的改法例 如果你是四個星期 不是每個星期做68個小時 是四個星期加起來做68個小時 已經會有法定假期的福利 法定假日的福利 其實就是 所以 所以 不是害那些勞工的 那一件事 我一定要說一下 政府改那個418做468 不是害那些勞工的 但是 對於中小微企的 為什麼我會有影響呢 譬如你搞一個活動 你搞一個活動 那些合約就要寫得很清楚 因為不是每個星期 公事也是一樣的 第一個星期可能只有兩個小時 第二個星期可能有20個小時 第三個星期 有20個小時 本來你就不會中到那件事 因為每個星期都要18個小時 你中間斷一斷就可以了 其實你明白道理在哪裏 所以 有些事情是 未企是會嚴重的 尤其是做活動 食肆的影響大一點 食肆的中數 通常都是 一個星期劃死的 所以他們本身已經過了18個小時 可能已經過了 我也不敢說 你要看看安排是怎樣的 他們會不會說 我縮的那些中數 有些人 因為你改了468 會不會改 是有可能會改的 因為 其實就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避過這個法律呢 一定會有做食肆的人 有人會想到的 但我在這裏解釋一次 本來也不是講這個話題 Ritter Grant說 之前418一個月要72個小時 468一個月要68個小時 但是 一個月要68個小時 他不用每個星期都比某個小時多 總之你四個星期之內 在一個僱主做夠68個小時 他就當你是 有廉價福利 這就是那個分別 但那些人會怎樣做呢 我告訴大家 如果做食肆的人 現在他們已經避過了72個小時 可能會給你17個小時 他是會這樣 不是罕有的 17個小時的話 其實68個小時已經中了 每個星期是17個小時 那你就不到72了 是不是呢 現在的情況就是 有可能他們會怎樣做呢 就是把你四個星期可以做的時間 減到68個小時以下 就讓你67個小時做 最多是 是 加加主就說 兩個星期就回到68個小時 之後兩個星期不回都可以計算 可以 是不是這樣計算 是的 他就是這樣計算的 所以我為什麼說那些 event 公司是比較容易踩中的 其實 Larita Grand 回到67個小時就叫你放假了 是啊 現在就是這樣 其實 他一定會有這樣的 那你就會去第二間炒散了 其實 哈哈哈哈 這是Live 節目 所以 不明講講 現在加司 為什麼會講了另外一個話題 我看到有些事情我也要講的 Steven Jr 說他做建材的 其實減價也沒有用 也沒有人裝修 沒有人看 其實 裝修這些 你要給人看 為什麼 有這個需求 就是 後市明朗 我會覺得 我還是要做好一點居住的地方 之後隨時要賣 那間屋的價錢也好 我又可以賣 還是怎樣 其實你裝修的需求 從來都是這樣來的 風吹雞大學就不是 新計法會令每個員工上班時間做少了 從而請多了人分時間 政府的失業數又變得漂亮了 哈哈哈 又不會每個都是這樣的 又不會每個都是這樣的 有些情況就是這樣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 你炒散的 有些是 不會每個星期都給你18個小時 可能就是 兩個星期 過了18個小時 之後他就不會給你過18個小時 他就是這樣 僱主是這樣管理的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 他用這個方法去計算 他們唯有做的事情就是 沒辦法 只可以做67個小時 四個星期 他就是這樣計算 不是這樣而已 沒有辦法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未必 未必能幫到一些僱員的 我就告訴大家 那 雙方就說改中數 可能要多聘請人 但是聘請人也困難 那怎麼辦 現在聘請人呢 你說是不是很難 我都說過很多次 你出合理的錢 人工 時薪是合理的 不是聘請不到人的 是聘請到人的 現在 現在 你是不肯出合理時薪的人 他就聘請不到人了 這個就是那個情況 好了 那麼 現在當然還有一件事 就是 現在那些 如果你說做裝修做建材 沒什麼生意 其實那些人的消費又向下 又是搞DIY 搞DIY 網上這麼多教程 有很多人都跟我說 搞DIY就可以了 自己做就行了 其實現在是很糟糕的 Servio說一次過花了所有宗 顧著每次要出了整個月的監表 新生說2019年的時候 那些餐廳樓市比油智及興更好 是的 所以油智及興 這個說法一向都是笑話 其實那些人是有感覺的 19年是混亂的 社會 現在 唯一比19年好 就是市面沒有人暴動 這是唯一比19年好 哈哈 有人暴動的經濟比現在還好嗎? 經濟就是了 有人暴動的經濟比現在還好嗎? 這真是糟糕了 那麼 好了 Rita Grant 就說 打工仔就賺少了 炒多幾間 炒散就怎麼樣了 其實老闆他們是有辦法避 但是 他們也是沒有辦法才要避 因為 其實 你一轉做 有年假有病假那些 其實很難管的 其實為什麼 那些人會用這個方法避了年假和病假 因為你要給年假和病假 其實你變成 你很難管得到 比如尤其是 你一定要有足夠的人來 來工作才可以開店的那些地方 你有年假有病假 你就基本上是管不了的 有些地方是 你住在國家也有年假有病假 很多都是用 0-hour contract的模式 以前是0-hour contract 你的 contract是寫零個小時 要你才回來 不是開玩笑的 其實我認為 如果你的 僱傭關係很有彈性 其實 經濟才會比較容易 其實 以前 我們這裡可以做0-hour contract 現在是不准的 不過現在也有其他辦法 可以避免這件事 可以做contractor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現在是避免的 你不是僱員來的 當然 可以告來告去的 不是沒有得不告的 其實是之後會告的 現在 是很複雜的 我覺得每個地方都不同 告訴你這些法律 每個地方都不同 但是 你現在 給多一些 限制 出來 其實那些微企就很難頂了 我說過真相 CM James Ho 本來一個人做的監表 局冊兩個人做 工人賺少了錢 結果一定是這樣 結果一定是這樣 因為現在的市面 老實說 為什麼會有炒散的情況 其實炒散的情況也是其他東西造成的 所以 那些勞工界的議員 我建議他們 看看究竟整件事是怎樣 不只是爭取勞工一點點的福利 就能搞定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香港的地方是很複雜的 有些事情是 Joy Lee 說 因為有病 一定每個月病兩次 有病假 對呀 所以很煩 所以我就說很難管 為什麼會 結果做炒散的做就是這樣 衰藤經一就說 衰藤經一很有錢的 假日也要炒散 搞得很累 很多人都是這樣 Saphio Lee 說468對機場地勤 公司影響不少 已經有一半是part time 時薪製 現在這樣搞 已經出不起錢請人 現在還要出多了錢給part time 的員工 對 對呀 對呀 其實 所以我說搞Events也是這樣 我知道就是搞Events 這些就是很複雜的 因為Events是很複雜的 你變成拉長的四個星期 拉長的評估時間 在四個星期 你要走的位置就很難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走的 汪 Leo 就說香港真的很神奇的地方 外面也說市貨不是太好 但是每逢週日和假期 姐姐出會的地方 由朝到晚做姐姐生意可能是另外出路 他們是益同鄉的 他們不會益你的 他們剪頭髮那些都是被同鄉剪的 他們全部都是外傭的內循環 你打不到進去的 說真的都是 印尼同鄉賺的 賣電話卡賺的錢 香港人賺不到他們的錢 姐姐的錢你賺不到 他們是 利益自己有的 菲律賓那些給自己的同鄉剪頭髮 你看看他們自己是 剪頭髮那些 他們是自己搞定的 拔面毛那些 他們也是自己搞定的 你看看他們怎麼做 他們其實 嚴格來說 你看到姐姐出門 那些地方是一個市集 他們有人幫人 拔面毛 剪頭髮那些 全部都是姐姐自己賺的 哈哈哈哈 不是開玩笑 那 輝日人類命共同體就說 實際在炒傘App群組 時薪高凳是 時數小太偏遠 都沒有人肯接 因為連來回奢侈時間都虧了 又做不到第二宗 對呀 他是有這個情況的 CM James Ho就說 議員結果變正棍 我見有些人 一天走兩間還財仔 現在不讓做那麼長 這些人 連財仔也還不起 那又不會的 那之後就做三間 即 他是有辦法走位的 那些微企是有辦法走位的 他四一八改做四六八是有得改的 有得搞的 我的看法 那 Cindy Law就說 那麼艱難的時期 還讓讓加碼 同時要面對多方面的加碼改變 中小微企最難撐 我也說了 你撐得過 手數和 垃圾經費才想 那四六八是之後的事 都不會今年做得到的 這是下一年的事 所以不用那麼擔心 就先做好 那 那麼 這個 香港藝民就說 外傭是小營地攤經濟圈 他們自己做 自己賺自己 你進不去的 他哪裏幫你買 除非你賣得便宜的 同鄉很多 那麼他會幫你買的 都不會幫你買的 老實說 就是我的看法 哈哈哈 就是 這些姐姐的經濟圈是找不到顏色的 真的不要想這些 香港不是一個賣魚蛋賣燒賣可以發達的地方 香港是賣股票 賣樓 這些東西才發達的 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不是賣一些小營地攤賣可以發達的地方 哈哈哈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就是你在這個姐姐的經濟圈那裏 現在來說 都沒有去到黑衣兜拿飯吃 但是都是類似的 哈哈哈 你說有沒有那麼容易呢 我就說沒有那麼容易 那麼 這次官就說他做TASTE是有福利的合約檢證 其實大公司他們 一直都很容易 符合法例的 說真的 他們有資源有錢 是不是 他們容易做好一點的 其實 這個 這個從來都是大企業他們有這個好處的 你說 成哥是不是很壞 其實在香港 他不算壞了 就是幫他打工的人都跟我說 成哥不算壞了 成哥算是很好的 員工福利那些都不錯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不需要針對成哥 好了休息一會 回來我講其他話題 一會兒 Zither Harp Zither Harp